五二零后会不会继续待在新内阁 薛瑞源没有正面回应 不过卓中泰确定接下新格魁 卫福部长人选传出十多人角株 其中赖清德恩师陈志宏呼声最高 其余盛传人选包含安南医院院长林盛哲 前立委邱太元都被点名 都是属于稳健的 而且其实长期都已经经历了相当多未知的历练 我都认为他们都是非常好的行政干才 尽管卫福部人选尚未确定 但素有天下第一部支撑的内政部传出 将由局系出身的前立委刘世芳出任 而刘世芳过去曾担任高雄副市长 总统府副秘书长以及行政院秘书长等 历练相当完整 超越也都十分看好 不止内政部长有人选 交通部长传出由现任行政院秘书长李孟燕 转任还委会主委管碧林也将留任 而外交部长目前国安会副秘书长许思俭 驻发代表吴志忠也被点名是热门人选 看得出他想要掌控全局 在现在这个阶段 没有人敢站出来跟他争斗 栏尾话说的算就是因为 现有内阁名单不见 郑文燦林家龙打破过去派系平衡 难道新内阁只剩赖清德的自己人 再就是说谁会入阁 谁没有入阁 其实我想都言之过早 各界的人都能够为我最热爱的新北市 我们一起来努力 新内阁点名传言不断 会考虑党内派系平衡 还是走自己的路朝野 密切关注 欢迎新闻当场与程世宗 陈彦柯俊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